安德森北京时间8月31日,GFPN记者沃沈报道,休斯顿火箭和菲尼克斯太阳达成了一笔四人交易。 火箭送出了安德森和新秀的安东尼梅尔顿,从太阳队换来马基斯克里斯和布兰顿奈克,交易安德森一直是营绕在莫雷头顶的一块阴霾,如今终于将其送出,也算是聊聊火箭队球迷们的一桩心事,只是如今还不太清楚火箭队,会对新交易,来得两个球员有怎样的安排。 但可以肯定的是,送走安德森后,火箭队后续必将还会有动作。 莫雷惊吓,火箭队先后失去了阿里扎和巴默特,虽然在自由市场上牵来了安东尼,但牵挂在修成的前景却不被大家所看好。 许多专业的体育媒体都认为球队的引人工作是失败的,新赛季火箭队的实力不增反减。 如今,安德森被交易,火箭队再次迎来了转机,就看莫雷的这步棋要怎么走下去了,灯泡组合期待吧,看看新赛季的火箭队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惊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